保罗乔治跟SGA 你觉得谁是现役打球最丝滑的球员 近期保罗乔治在自己的播客说SGA谢一吉尔吉斯亚历山大 已经取代了自己成为了联盟打球最丝滑的球员 谁之前公认过保罗乔治是之前最丝滑的球员了 他自己疯呢 这个先不争论 但我觉得乔治还是挺有自知之明的 但球哥这里要说一下 SGA的丝滑跟保罗乔治的丝滑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不知道有没有对技术很有兴趣的粉丝们很仔细的研究过 今天球哥就不裁 把保罗乔治跟SGA在运控领域的特点跟大家聊聊 借着休赛期跟乔治中国型的机会讲讲我们应该学习哪些 他们比赛的好习惯 欢迎粉丝们评论区积极发言 喜欢球哥视频的 也可以把球哥的视频收藏转发给你喜欢运球的朋友 最近乔治的休赛期非常活跃 我总算明白了像乔治跟追梦这些现意喜欢做播客的球员是怎么想的 就是不要太无聊 其实乔治的播客是有点东西的 他有时候不是特别客观 但这个可以容忍的尺度掌握得很好 有点给自己或者自己支持的球员说话 但尺度就是你想跳起来反驳和先忍住听他继续说下去中间犹豫 本来我就想出一期视频来讲讲乔治休赛期的言论 那么就结合四华运球的王者这个事情一起说说 之前是乔治跟安东尼聊起他们的技术 内容主要是一个核心就是 虽然乔治跟安东尼没有获得过NBA的总冠军 但他们在美国青少年中间非常受欢迎 好多年轻的天赋少年非常崇拜乔治跟安东尼 其实他说的是实话 说的第二点 国内的一些没有经过系统专业训练打野球半场出身的小孩也特别喜欢乔治跟安东尼 安东尼是单打很有效 喜欢安东尼的一些人年龄大概在30岁左右 这批人主要是自己接触篮球 又没有接触过更高水平的比赛 对篮球的理解达不到一个很高的认知 他们根本无法企及詹姆斯或者哈登东子约基奇的水平也无法体会到 球伤碾压别人的快乐 那么得分就成为了他们球场唯一的快乐 那么学谁呢 安东尼 动作潇洒 实用性强 我当不了石油大合 我就当个得分机器 学保罗乔治跟学斯蒂芬库里一样完全是因为帅 胯下拉回一次没过了人 还要过第二次才爽 而且保罗乔治确实从颜值到身材 再到飘逸的打法很吸粉 你们有没有觉得乔治刚进联盟的时候虽然自己的偶像是科比 但打的方式有点像麦迪 同样的麦迪有很多小孩喜欢 甚至都没看麦迪打的机场直播比赛 单单一个单手抓球就让他们高潮了 但他们忽略了像乔治 他们除了动作潇洒之外 还有很强的实用性在兜底 你运球再潇洒你过得了人吧 不然你就是个花架子 你三分出了再快你得进球 不然你就是你们队的毒瘤 你填瓜的后转身动作再连贯再丝滑 你球也得进 你1米6的小哥 痴迷于单打可能挨冒最多的就是你 而且这些动作不代表不传球 当队友出现机会的时候你还是要给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队友 自己打的还行 一旦发现队友有机会一传球就被断 或者让你接球很难受的队友把他们at出在评论区 乔治的第二个言论是组合言论不是一次说的 也不是每次都说你们可以去搜一下去看全部内容 大致的意思是自己跟恩比德不大会出现争夺球权的情况 因为最后都会执行教练的安排 谁最后一攻都很正常 还有个意思说自己会重拾侧翼的压迫性防守 让76人的防守攻击性变得更好 乔治说这个话我信 其实大合同拿到手之后表现出来的态度就是随和 谁都知道恩比德的那个脾气 他一旦发现有人威胁到他的球场戏份的时候 他就会整活 要么是消极比赛抱怨自己的球员少 要么就是这次在美国队学的充当喜剧人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恩比德美国队拿块金牌 卡麦隆总统要给他表彰 这国家都到了这么没有原则的地步吗 只要能沾上一点光都不在乎他给谁打球了 可能真的是应成了现实世界的一句话 爱护的孩子有奶吃撒娇的女人有人疼 乔治这句话其实是向恩比德示弱 我不会跟你争球权 同时我还会帮你防守让你省心 让你躺赢总冠军 有没有总冠军我不知道啊 但是大帝喜欢听这个心里舒服 其实我挺担心76人新赛季的打法 纳斯能不能搞定的 这不是已经开始训练赢了吗 这里面恩比德要球权 乔治要球权 马克西要球权 替补的远脸登哥和乌布雷也要球权 替补底心来的盖尔熊亚布赛来也要球权 想想持球大合的鼎佩哈登 和团队球员的代表霍福德在大帝身边的窘境 真的不知道乔治说的牺牲球权 要吸引到什么地步 说实话 我挺期待 纳斯教练化腐朽为神奇的 毕竟交易期莫狗超长发挥 攒了这么套阵容 如果还是没有结果 或者说被绿军跟尼克斯挡在分区决赛之外 记录人就可以考虑动动他们的基石了 之前说的两件跟乔治有关的事情不是东拉西扯 其实恰恰是引出论点来证明我接下来说的乔治跟SGA运球的比较 第一个论点是乔治的运球丝滑跟SGA最大的不同就是实用性 不知道你们看比赛能看出来保罗乔治的身高臂展比并不出色吗 乔治身高2米03穿鞋接近2米05但他的臂展只有2米11 其实相对于亚洲人这个臂展算不错了 但是在黑人运动员当中并不算突出 亚历山大身高198臂展达到了2米12 所以在身体重心保持不变的情况下SGA对球的控制更好 大家有没有人跟你们说过这个概念啊 臂展超长的人打球其实观感没有那么好看 我们看到的乔治 库里詹姆斯他们的臂展并不是很长 他们因为球离开手的时间更长 显得动作速率更快这个球就更好看觉得身体反应更迅速 而一些臂展怪运球因为胳膊太长导致看起来没有那么潇洒 而SGA就是臂展怪里面重心拿捏的最好的 高重心运球潇洒低重心运球安全 而所谓的丝滑就是动作舒展 就是在运球过程中重心高度保持 那么臂展短的就不那么安全跟实用 所以你如果不是臂展怪 那么身高越矮运球越安全 比如身高191 臂展193的欧文 身高越高臂展短的运球越容易失误 比如2米03的保罗乔治 反过来说身高越矮的臂展怪你根本就拿不着他的球比如身高183 1米96臂展的艾弗森身高越高臂展越长的运球就不好看不丝滑 比如身高2米06臂展2米25的杜兰特 所以SGA以14公分的身高臂展差距能做到丝滑的绝对不是普通人 他的运球是靠迷惑性极强的身体节奏结合运球形成的美感 这种能兼具安全性跟潇洒运控观感于一身的球员本身就很少见 在天赋上就压了保罗乔治一头 所以我们看到的比赛中其实乔治的运控能创造的机会没有办法跟亚历山大去比 我们看了快船的季后赛就知道首轮队独行侠 对面两个运控大师欧文跟东七奇 队里一个持球大合运球也是牛逼轰轰的詹姆斯哈登 其实保罗乔治就不要说跟SGA去比了身边有三个就是老师 我们会发现乔治的运球虽然潇洒但失误率并不低 同时人球结合并没有那么出色 好多无效运球之后还是靠着无解干拔出手 不是像SGA一样的高速运球中间可以 很快的骗到防守人的重心失位然后运用运球找到最合理的攻击手段是抛头还是急停是挑战还是勾射 这些都是SGA用运球制造的对手防守失误 而乔治大多是运到最后我用我最强的武器投篮来解决 这是有本质的区别的说的直白一点SGA是人运球乔治有的时候被迫变成球运人 从技术的成熟度来说更年轻的SGA能力更强 并不完美的运球也成就了保罗乔治的干拔投篮一项技术有短板另一项技术补进来 除了不稳定也没啥大毛病他运球的稳定不如他的模板麦迪 还记得球哥说的吗身高越高避展越长的人越稳定 麦迪是个避展怪你们可以看看绝对是高出身高10公分的 我目测就能看出来 那说的第二点就是乔治在76人的球场地位跟角色有关 SGA在雷霆是绝对的持球核心 虽然他不是詹姆斯或者詹姆斯哈登那种持球大合 但依靠自己的进攻打车对手包夹也很多 所以每场超过6次的助攻数也证明了他的串联能力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比赛的理解这个数据绝对会上升 前提是第一球权会在他手里 乔治呢原本在快场的时候他就只有半个终结权 十球权是在哈登手里另外半个终结权的是小卡 当乔治只有终结权的时候他的运球必然减少 想要耍帅是没机会了 之前哈登不来的时候威少事务比较多的情况下 他还能客串一下组织前锋做部分的战术发动 那么哈登一来球就得交出去 这是天赋的差距根本没有机会夺权 这个就是为啥哈登不来 你们觉得威少的组织跟数据也不错 为啥哈登来了连替补都打不好了 这个就是落差 乔治也一样 他就是那种需要部分组织部分攻击结合的球员 你叫他只负责攻击端 他没有小卡一个人又扛不起来产量 又容易低效 到了76人马克西拿着球 挡拆发动也是马克西发动的更好 恩比德在决定要一大部分 那么乔治在进攻端的戏份一定不多 而且只要不是自己加戏 那么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还记得贝弗利说过自己搭档的队友当中 谁传球最不舒服吗 保罗乔治 所以球队的化学反应会向着最真实的方向发展 谁传不好谁少拿球 所以乔治的丝滑不仅仅因为实用性被SGA取代 也会因为球权的降低耍帅的机会会越来越少 所以除了3D化的发展 乔治可能很难在76人打出自己很舒爽的比赛 不要看跟陈泽文打百分想突就突想投就投 那是业余选手 胜利差太多 而且161没有夹击 看不出保罗乔治运控的短板 而如果这份合同是乔治的最后一份合同 我觉得他不要再在意数据 做好防守 干恩比德干不了的事情可能还会想一下总冠军 如果不调整 就会像美国奈兰奥运会的塔同姆一样水土不服 冠军就别想了 其实你们看 乔治到现在基本上都是球迪老大或者并类老大的级别 他能不能转型这也很难说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乔治跟SGA谁的运球更丝滑 你们还有哪些运球丝滑好看的人选 评论区大家一起聊聊 喜欢球和视频的 双方小星星 比心